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很多人认为吃素不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很多吃素的人 并没有很健康 而且也生了很多的病 各位朋友 这个不是因为 天然的素食本身不健康 不是的 而是吃素呢 也需要有学问的 那不是说吃素就健康 不是的 精致的碳水化物 你看这也是素的 这些蛋糕 这些饼干 这也是素的 但是他不健康 他的危害 可能跟动物性的蛋白质 差不多 糖 白糖 白米 白面 这都是素的 但是他并不健康 很多含糖的饮料 这也是素的 但是他对身体的伤害都很大 他会引起酸性的体质 很多的加工食品 虽然是素的 他会引起低甲高纳的体质 所以我们要很客观的去评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讲健康的素食指的是天然 或者是很少经过人工加工的粗粮 我们指的是这一个 要健康一定要吃这一个 怎么吃出健康的素食呢 第一个不可以太油 烹调不可以过度 我们自己煮 我们就可以煮得很清淡 这是第一个 烹调不要过度 再第二个呢 清淡为主 糖啊 盐啊 这些不要放太重 然后味精呢 可以完全不用放 我们在家里自己煮呢 不需要这个东西 反而可以吃出食物的原味 这个滋味呢 越淡薄越好 越健康 再来呢 蛋白质的摄取量不能够太高 就是豆类呢 不要吃太高 除非呢 是成长中的孩子 他在长身体嘛 老年人呢 还有成年人呢 就不一定要太高 再来呢 要从坚果类来获取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 它跟深海鱼油的结构呢 是一模一样 一样的一个东西 不宜吃加工的塑料 这个塑基 塑鸭 塑鹅 塑鱼 这些东西啊 我们少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添加剂比较多 这些人工的添加剂很多 钠的含量呢 也很高 这个我们呢 也少用 叶菜类 芽菜类 根茎类 要均衡的摄取 不要偏食 不要听人家讲说呢 这个芽菜类很好 那么就一直吃这个 那这个不要 我们呢 平均 最后呢 必须要考虑季节性的 还有地域性的一个问题 吃当地 当季的这个食物 我们希望呼吁呢 从我们的饮食开始改变呢 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呢 走到更健康的饮食观里面